碰关单发生小偷破门闯入罗里轮胎枪库 偷走大约100条市值10万令吉罗里轮胎的事件 那事隔两天后 关单警方成功侦破此案 逮捕了三名Gang Venu的窃匪 并冲供了31条贼脏的轮胎 嫌犯准备以低于市价60%的价格 将轮胎转卖给他人 关单警局主任望莫哈莫张哈里指出 警方在3月2号接获罗里轮胎商的投报 指仓库内约100条不同尺寸的罗里轮胎 遭人偷走 让他蒙受10万令吉损失 两天之后 警方先在新山一带逮捕了两名窃匪 他们再供出另一名被指在古来一带购买贼张的同伙 警方因此顺藤摸瓜逮捕了第三名嫌犯 同时起获31条罗里轮胎 三名年龄届于35到40岁的匪徒分别来自霹雳 吉打和柔佛 三人罪行累累 主要是与破门行窃的刑事案有关 警方远顶刑事法点457破门行窃条文 和411不诚实地接收账户条文调查此案 请不吝点赞订阅